日本人团结 真的像美国人所说的 三个人三个人比的是日本人第一 日本人内部可以不和 对外决定一致 这是他厉害的地方啊 他有没有缺点呢 有 缺点是什么呢 心量太小 不能包容人 从他们这个商业行为上 你只能看到 你看全世界 凡是有日本人居住的地方 他们一定居住在一起 日本城 日本街 你到日本人家里去 你看他们家里所用的东西 全部都是日本厚 他不买外国人的 这就是心量很小 他的钱 决定不会让外国人赚去 赚外国人的钱 自己钱 不会给外国人赚去 这他们爱过 决定用自己国家的产品 他不会用外国产品 我们中国人就做不到啊 他这个心量如果脱开的话 他就能成为世界领袖 我们中国古人常见 量大 富大 他现在量不太大 但是 他的民族特性 人人人都懂得保存 保存 保存 传统 保存 古籍 这一点我们真佩服他 我们到日本 去参访 寺庙 汉唐 汉唐时代的建筑 大多数是唐朝首带建筑 一直到今天 还要保存原来的样子 怎么保存的这么好呢 我们去的时候才知道 他每个几年 要整修一次 整修 如果拿一根柱子坏了 这根柱子坏下来 这根柱子原来用什么 木材 还用这个木材 原来什么样子 这个造的什么样子 还造原来的样子 所以千百年当中 他没改变 他部分部分的来换 像换零件一样 但是决定是原有的木材 同类的 原有的样子 我们不能不配服 他在人家地板上 人家告诉我 这个地板已经几百年了 七八百年了 不能不配服 不配服 我住在东京 他们带我去观光 走一条古道 是从前马帖走的 他开的又告诉公路 公路在旧道路的那一边 当中种的是一派树木 他保留这个古道 不把这个古道废弃 改成高速公路 他保留 我们看了 不能不尊敬 不能不赞叹 不能不配服 那就是 他知道爱惜根本 那是他们国家的文化 绝不轻易改变 绝对不会把它毁灭 要搞新的 就得要保留 新的在外地搞 这一点 我们引大学习 那就是 看到底下 小语 20周年 我在脸上 只能注意 櫻雾 我 也知道 马帅 更快 是 噓 语